GIGO 智高 好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要玩的產品呢 就是這個 我們的7372 玩樂創意積木組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中士萬老師的忠實觀眾的話呢 你應該在上禮拜還記得士萬老師做了些什麼東西嗎 還記得嗎 我士萬老師上禮拜做了一個海底總動員 我們那時候有做到多利 泥末 然後甚至到一些海鷗 甚至是士萬老師還額外自己在創作的一隻替虎 如果你忘記的話 沒關係 我們的這個粉專裡面呢 都會有那些實況的它的一些 就是直播它的存檔記錄 所以說如果你忘記上了什麼東西 沒關係 你可以趁在有空前的時候 去複習一下上次的課程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要上的課程比較特別 我們這次呢 應觀眾要求啦 也不算是應觀眾要求 總之呢 它裡面本來就有包括像是很多的 海洋 陸地 動物 海洋 陸地 然後 然後 那個鳥類 對 陸海空 反正就是陸海空這三種類型的動物的模型 那我們今天呢 剛好我們上次一直都在做動物 欸 頭髮 嗯 對對對對 是剪了一個頭髮喔 看起來有沒有比較清爽一點 好 這不是重點齁 來 我們今天呢 要做了 我們上次之前都在做動物造型 那我們今天呢 比較特別一點點齁 我們今天要來做的是一些交通工具 那這交通工具呢 一樣我們會做陸海空三種造型喔 那這也是為了讓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些 這一個7372 它這個包裝裡面呢 還有很多不同的零件可以做運用齁 不是裡面都單單只有兩公分積木這麼簡單齁 還是有一些像是齒輪啊 或是像輪胎的一些零件 可以去讓我們去做一些額外的搭配使用 好 那應該大家都陸續差不多進來了齁 那我們再講一次齁 我們今天要上的是這個 7372 玩樂創意積木組 然後呢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陸海空交通 它的三個模型的創作方式 好 那麼我是剪完頭髮的蘇涵老師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開始我們的課程吧 來 首先呢 如果是交通工具 基本上呢 大家一定都會先想到一個東西 欸蘇涵老師 為什麼你都沒有坐過車子 欸對啊 蘇涵老師為什麼都沒有坐過車子啊 這個問題呢 被問到之後呢 我也突然在想到說齁 欸對 我是不是可以教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車子 來 所以呢 我們今天呢 先做一台簡單的車子 這台車子有多簡單呢 它的簡單方式在於說 你只要有適當的正方顆粒 跟再搭配上我們的這一顆 我們這個 它有那個額外的也裝起來齁 它裡面有一個 輪胎 好 那這個輪胎呢 它特別就是在於 你有沒有看到它這邊就 內建一個 類似自轉軸件 好 那一個 這個 有這個加件之後呢 你就可以這樣子直接 把它 與我們的 兩公分正方顆粒 去做一個結合 好 那這樣子呢 你只要在兩邊都裝上 這個 輪胎 甚至就可以變成一個很小很小的類似不懂 或是那個車子的造型齁 但是我們今天不會做這麼簡單啦 我們還是要幫它做一些延伸的創作 好 來 所以呢 今天先跟孫蘭老師 一樣來做一些 我們的模型創作 好 來 首先呢 孫蘭老師做的比較簡單一點點齁 好 我們先用 四個 紅色的正方顆粒 好 那當然你要用黃色啊 藍色 綠色的都可以齁 我做個示範 我們來做一個閃電麥坤 來 我們將正方顆粒呢 像這樣子 連接在一起 兩 三個連接在一起 那再來第四個來囉 第四個呢 你也來囉 第四個的時候呢 麻煩你把 凸點 朝上 好 我會把它凸點朝上 是因為我們待會上面還要幫它做一個類似 車蓋 車頂的部分 所以說有這個凸點呢 你待會再做一些 車蓋 車頂的連接的時候呢 就會變得非常方便喔 你就不用再額外再去找短結合鍵 然後再去做一些額外的一些材料的運用 好 來 製作完這個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來製作車蓋吧 車蓋的部分呢 我想想喔 我們做 就最簡單的好了 我們用黑色的車蓋好了 來 我們先準備的材料有這幾個 我們只要準備 兩個 黑色的正方顆粒 還有一個 黑色的三角形 我們的三角顆粒齁 那我們呢 簡單來說 我們就是用這個 三角顆粒呢 來當作我們的 那是那個車蓋它有沒有這個 這個弧度齁 也是你車窗前面 擋風玻璃前面的那個弧度 那剩下的這兩顆 黑色的正方顆粒呢 我們就是把它當作我們整個 車體的整個延伸 所以呢 我們先把它們三個先這樣子 連接在一起 像這樣子 連接一個 再一個 這樣子 我們做一個小小簡單的車蓋就可以囉 來 那我們把這個 車蓋呢 記得 三角顆粒這邊 有沒有看到 三角顆粒這個凸點是要向下的 這很明顯可以看到齁 這邊有個凸點 這個凸點是要向下的 因為它頂下呢 要去跟我們的正方顆粒做結合 好 那確認好之後呢 我們就先把它放下去 好 這樣子一個簡單的車身就完成了 那剩下的呢 就是很簡單嘛 準備四個輪胎 準備我們剛剛一開始提到的這四個輪胎 我們在車子的左右兩側 放上我們的輪胎 前面放兩個 後面也放兩個 這樣子 一個最簡單的 車子的模型 就這樣子成功了齁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一個 最簡單的一個 車子的造型 那當然有些小朋友們可能會覺得 這個車子有點太過簡單齁 也是齁 因為小朋友們通常喜歡的都是什麼 賽車嘛 或是說那種 很厲害的那種大卡車啊 大破車啊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辦法做到怪獸車這麼厲害齁 那可能會需要很多的零件 我們今天先教大家 怎麼樣把這個一個非常不起眼的小車子 最基礎的小車子 我們變成一個 汽車總動員裡面會出現的 裡面的那些 有生命的車子嗎 可以這麼講嗎 它就是裡面會有一些眼睛 甚至還會講話 總之它讓你的感覺就很像是 一個真正的一個生物 比較不像是一台車子 所以呢 我們今天 先來幫這個車子做一個改造齁 來 如果說你現在才剛剛才看到這個 車進來這個直播間 或是剛剛才看到這個模型齁 我們先做了一個最簡單的車子造型 那我們等一下呢 我們這邊給大家 如果還沒有 確認到要怎麼做的 可以先確認一下 那我們之後呢就要幫他 就幫他做一個延伸囉 好嘞 那因為時間的因素齁 所以說我們先去一樣做個延伸齁 這個造型如果就算你真的怕忘記了齁 沒關係齁 我們在書面書裡面 其實可以找到類似的一個車子的造型 那其實你只要照著做呢 都可以很輕鬆的把這個模型做出來 那我們今天呢 主要是要講它的延伸 來 首先 看到這個車子 大家會想要怎麼延伸 那簡單吧 加一個賽車的尾巴 欸 沒錯 我們的確會做一個賽車尾巴 可是問題是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個車身 太小了 這個車身太小了 以至於說你沒有辦法去幫他做一些 額外很多的延伸創作 所以說我們要做的第一步 其實應該是 來 我們先把輪胎拔掉齁 把輪胎拔掉之後呢 重點在於 先把你的車子的左右兩側 變寬一點點 變寬一點點 把它放大個一倍吧 或是兩倍這樣子 我們把這個車子的它的車寬呢 放大之後呢 你才可以去創作更多其他的 額外的延伸創作 所以說這邊呢 我們現在跟著我們一起來做一些 額外延伸創作齁 來 首先 我們一樣 這邊用了三個正方顆粒 我們就一樣 再做三個正方顆粒 去做一個 組出一個 身體的造型 來 看一下喔 這邊 一樣齁 去做延長 我們一樣再去找我們的 正方顆粒的零件 這邊一個 這邊一個 那我為了節省一下材料齁 我們在上面這個正方顆粒啊 麻煩都幫我 一個朝左一個朝右 一個朝左一個朝右 這樣子 OK齁 然後呢我們把它 待會呢只要再把它像這樣子 跟我們的車子結合上去 讓它車寬變 變胖一點點 變寬的時候呢 你才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好嘞 那現在呢 因為只有一個凸點的關係齁 這個模型你這樣裝上去之後 它是可以這樣晃動旋轉的喔 看起來會有點詭異的車子齁 不是變形金剛 所以說呢 我們要幫它再加上 兩個轉結合鍵 我們一樣 之前都一直不斷的在強調齁 當你只有裝 一個點去連接的時候呢 這個模型是非常容易 或是這個積木 它是容易晃動的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 有這邊兩個 兩個點以上的話呢 它結合起來是非常的穩固的喔 好嘞 所以說我們這邊一個凸點 這邊另外一側呢 我們也幫它放上一個 短結合鍵 好 另外一個 針放顆粒組也是 像這樣子 這樣子兩邊 兩邊我們都有幫它做出一個 兩個點的方式 這樣連接起來就會更順暢 好嘞 剩下的呢 我們只要把它 與我們的這個車子 做一個結合 你看 這個非常穩固的一個車身 就變出來了喔 那前面這邊呢 雖然老師說也沒有做好 是因為我希望它是一個 賽車的造型 那我不希望它整個都是一個 方方凸凸的 如果都是一個正正方方的 不太像一個賽車 比較像一個坦克車 所以說 我們要幫它做一個改造 就是說 我們前面這邊 我們用我們的三角顆粒 紅色的三角顆粒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要亮整個車體是一樣的顏色 就OK了 那當然如果你要用不同的花樣的顏色也是可以啦 我們在這兩個空位這邊呢 放上我們的三角顆粒 給它一種 一種 弧度 一種曲線的感覺 不要都這種正正方方的 看起來會讓人家覺得很不像賽車 好來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 整個車身目前的架構 那接下來呢 重點來囉 我們要去幫它做一個 額外的延伸 好來 怎麼樣去做一個額外延伸呢 首先嘛 最簡單的 我們先確認一下我們前輪的部分應該是 目前的話應該是這個樣子 我們前輪的話應該是放在這個地方啦 因為這邊是它的車身嘛 那這邊就是它的前輪 那接下來囉 我們車上說嘛 我們一個模型不像的時候 一定是缺少了什麼 對嘛 我們缺少了我們的眼睛嘛 大家一定都還記得這個 至高裡面最神奇 最有魔力的一種零件齁 明明 明明是一個不起眼的小零件 可是呢 永遠 只要有了這一個零件 不管什麼樣 沒錯沒錯 各位觀眾非常的聰明 馬上回答出了 當模型不像的時候 你就是缺少了眼睛這個零件齁 來 我們先在它的 這一個黑色的車頂這邊 這個車頂這邊 左右兩側 我們先放上 我們的正方顆粒 看這樣子 我們用白色正方顆粒好了 白色正方顆粒搭配眼睛呢 會看起來讓你比較覺得 顯眼 好來 這個當作它的眼睛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只要再把我們這個 神奇的眼睛零件 這個真的是充滿著魔力齁 每次都覺得它很厲害 來 我們把它 放在 這個模型上面 這個眼睛呢 其實眼神還是可以稍微 喬一下下 因為如果說 有時候兩隻眼睛 可能會變成鬥雞眼啊 或者是翻白眼之類的齁 所以說我們 還是要把它稍微 喬一下它的角度齁 雖然說這個零件有魔法齁 但我們還是要稍微 確認一下下它的這個角度 把它喬一下下 像這樣子 有沒有 感覺越來越像一台 有生命的車子 但是後來還沒有完 你看到後輪 跟它的那個 賽車的尾翼 我們還沒有做出來齁 好 我們先像這樣子 那這邊呢 我想要再幫它 多加一些零件齁 因為呢 我們要再幫我們這個 車子的模型 去做一個後續的延伸 所以說這邊 我們先用 再幫它 後面這邊齁 再幫它放上 三個正方顆粒 我們去做一個 額外的延伸創作齁 這樣會比較好創作 好 這邊一樣嘛 會少一個凸點 那我們就一樣 拿出我們的正方顆粒就可以了 拿出我們的短結合鍵 不好意思 可惡齁 來我們一樣 拿出我們的短結合鍵 讓它變成兩個點的連接 兩個點的連接 好 雖然老師都是 通常有時候看到一個地方 覺得 紋身不對勁 你就會想要去把它加強一下齁 來 像這樣子 兩點連接 然後呢 這邊後面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上我們的 後車輪 當然如果說你想要把你的 這台車子在做的長一點點 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今天就先做一個 比較簡單的 額外延伸創作 欸 像這樣子 那我們前輪後輪都放好了 那接下來就是尾翼的部分喔 這邊呢 我先把這兩個 黑色的正方顆粒再放上去齁 因為我發現它這樣子有沒有 因為我發現它這樣子 好像有點點 它如果後面沒有放上 我們的黑色正方顆粒 它會有點 地中海中年凸的感覺齁 所以說 我不想我們這個 可愛的那個 汽車模型 還沒做出來 就先感覺老了一半的感覺齁 所以我們現在後面放上這兩個 正方顆粒 讓它看起來 黑色正方顆粒 讓它比較甜滿 有點飽滿的感覺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做到尾翼的部分喔 尾翼的部分呢 來 我們拿出一個 我們用黃色好 我們做出一個黃色的 那個 賽車的尾翼 然後呢 我們呢 再用我們的正方顆粒 去做一個延伸創作 老師可以做一台火車嗎 火車模型喔 如果說 有機會的話 可以不可以來試試看喔 但我們今天 因為主要是做路海空啦 那路的部分呢 我想說 用小朋友們最喜歡的賽車 來去做一個創作 所以呢 火車的話 如果之後有機會呢 可以再次來做做看 後來就算了 我們研究一下下 來 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喔 我們先用我們黃色的正方顆粒 去做出我們的尾翼 把它往上延伸 然後呢 左右兩側 尾翼通常都是 往上延伸嘛 然後它左右兩側 有點那是那個 左右放飛的感覺喔 所以說我們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我們去幫它 做一個延伸強化 好 好來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做出它尾翼那個 腳腳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 我們先用 兩個三角形 去做這樣子的延伸 好但是呢 只有這樣子還不夠齁 我們還要再幫它 再加上一個 下旋 再幫它加上一個 下旋 兩個下旋才對齁 因為左右兩邊 都需要有一個 下旋 消防車 其實在我們很多產品裡面 都有類似相關的模型喔 它做的消防車 都會比這個 我們現在用的 應該還會更可愛一些些 好來 我們在左右兩側 幫它用下旋 加配三角形的方式 製作出一個 弧度的感覺 有沒有 這樣子就很像那個 賽車那種什麼 旋風衝風龍捲風 會有的那種 四驅車裡面 會有那個圍翼 糟糕 我是不是越來越 在透露我自己的年紀了 像這樣子 好來 這個呢就是我們今天的一個 賽車模型 我們剛剛呢 從原本的一個 小小的 汽車 變成到我們這個 賽車的模型 對 省電P車 也有點像 大家好像都不知不覺 在透露自己的年紀的感覺 怎麼會這樣子 OK 我們就做這個 然後呢 基本上只要多了這個眼睛 然後多了這些 尾衣的造型 這個呢其實顏色 都是可以小朋友們去改造的 他們可以做出 自己的一些車子 然後就幫他做一些命名 然後就衝刺吧 衝風衝風 龍捲風 這樣子的感覺 小朋友們只要做這個 縫著 就算是這樣亮著 看起來也蠻可愛 蠻好看的 好嘞 那就是我們路的部分 那以防有人剛剛 可能還剛進來直播間 所以沒有看到 我們剛剛一開始呢 還有做一個簡單的 車子的造型 那如果說你忘記的話呢 可以往這個直播間 稍微往前放一下下 或者是說呢 在之後呢 可以看到這個產品裡面 好那產品裡面的說明書呢 就有一個是我們這個 最簡單的車子的造型 那旁邊呢 當然也有這個 這個賽車的這個模型 但是呢 賽車模型呢 呃 覺得還是沒有達到那種 我想要的那種 卡死 那種 汽車總動員裡面 那種賽車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 我幫他再幫他 加上那個眼睛 讓他可以 變得很像那種 呃 許許如生的生物 好來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第一個 最簡單的 他的一個賽車模型 好來 大家記起來了齁 來 那如果說 你覺得這個尾翼 我在那裡在想 這個尾翼 是不是跟他的 跟我們的這個 車子有點太近 所以說 我再幫他做一點 呃 再幫他做一點強化好了 我們再把這個尾翼稍微延長一下下 這樣子 這是不是會比較好一點點呢 嗯 其實應該都差不多啦 這主要就是看個人的喜好啦 剛剛就覺得有點太近了 有點車子跟那個 尾翼的感覺沒有出來 但是如果說 你還是想要 像剛剛這樣子 有沒有 一樣放在我們這個上面 當然當然也是可以啦 就是 要一體成型的感覺 這個就看個人的一些改造方式齁 所以說我們這些模型呢 都是可以 自己去做一些創作改造的方式 好來 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 第一個模型 我們的 賽車車子模型 你可以叫他做閃電麥坤啊 你只要幫他換個顏色 他就是不一樣的東西齁 好來 我們先放在一邊 這邊呢就是我們 入海空的 入的部分 對啊 裡面還有 那個裡面還可以裝出一些怪手的模型齁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要抓這麼複雜啊 我們待會呢 先來創作一個 比較酷的模型 好這個模型呢 孫然老師還蠻喜歡的 因為呢這個模型 它是我們的 噴射機 孫然老師不會只做飛機那些齁 只做一個飛機有一點點感覺 嗯太單調了 我覺得喜歡它有一種噴射機流線的感覺 欸 海的話呢 我們現在會做一個 類似反喘的東西 然後我們會幫他做一些 熱帶小島的風景齁 來 顧著 顧著講話都忘了跟大家講到什麼零件齁 這邊呢 我們先準備 幫我準備 呃 四個 四個白色的正方顆粒 來幫我準備 四個白色的正方顆粒 我們的 小車車 先幫它移到這個位置好了 不會擋到為主 好來 四個 白色正方顆粒之後呢 我們把它 這樣子連接 那這邊呢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好 來你連接第一個的時候呢 第二個 正方顆粒 凸點 朝上 為什麼凸點朝上呢 因為一樣齁 我們等一下要幫它做一個 類似它的 每個噴射機 或是每個飛機 它都一定會有一個 類似 駕駛艙的那個 那個弧度 的裝置出現齁 所以這邊呢 我們要幫它第二個放凸點 以便我們之後可以去做一些連接 好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依序放上我們的 白色正方顆粒 做一個連接 像這樣子 好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先來製作 我們那個 它整個 那個飛機啊 它的整個 它的 駕駛艙 跟它前頭的部分齁 其實它要做出一個 飛機的前頭非常簡單齁 拿出一個 我用藍色好了 我們這次用藍色齁 拿出一個藍色的上選顆粒 把它 放在這個前方 喔有沒有感覺 有沒有 開始有那種飛機 火車那種前頭的那個 那個弧度 就是你在高 你看到一些火車啊 或是高鐵啊 是是是是 一些飛機啊 什麼的 它們的那個 機頭 它們那邊 頭部的部分齁 通常都是這個弧度 剛剛好跟我們的上選是差不多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幫它做一個 它的翅膀 飛機最重要 這跟人家最不一樣的區別 就是在於翅膀嘛 所以說我們來做一個翅膀的部分 來翅膀的部分呢 請準備一個 藍色的正方顆粒 然後 兩個 三角形 兩個三角形 那這邊呢 我們就是先將 藍色的正方顆粒 放上一個 那個 三角顆粒 像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就是在它的 應該是它的 左側 左側 以及上方 就是左邊 跟上面這邊 各放上一個 三角顆粒 像這樣子 好嗎 這樣子就一個 簡單的就是 讓它變得有一點點像一個 直角三角形 一個更大的三角形的感覺 來 那我們把它 放在我們這個 飛機的左右兩側 好 有沒有 像這樣子 好嘞 這邊左邊做好一個 右邊也做一個 我們就一樣的方式 正方顆粒加兩個三角形 做出我們的 飛機它兩個翅膀 一樣 好 那另外一邊呢 就記得 就是上面跟右邊 你喜歡不要兩個都做上面跟左邊 這樣子你會發現 兩個機身的翅膀 長得一模一樣 會顯得有一點點詭異 好 像這樣子 這樣子 一個簡單的 飛機它的機身 跟它的翅膀 那個 機翼啦 我一直想說翅膀是不是肚子餓了 來 我們整個東西呢 就做出來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了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有關它的一個 嗯 它的 我剛剛叫過嘛 它駕駛艙的部分 駕駛艙的部分呢 這邊呢 我還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應該說可以 可以算是一個 小tape喔 那一樣 我們駕駛艙的部分 就像我們剛剛這台 賽車這邊一樣 我們前面用這個 黑色的三角顆粒 用黑色的三角顆粒 做一個創作 這樣子 這樣子呢 基本上就有一點點 那種感覺啦 就已經有那種駕駛艙的感覺 可是呢 後續的延伸 我們就一樣用一個 藍色的正方顆粒 就可以了 像這樣子 這樣子基本上就很穩固了 給大家多看一點點角度 這樣子基本上應該就是很穩固 但是呢 這邊有一個小tape 這邊是我自己測試了很多次之後 發現的一個 不同的玩法 首先可以請大家試試看 我們分別拿 這三個零件來比較 這樣子大家應該看到 來 這一個呢是下弦 這一個呢 是三角顆粒 這一個 是上弦 那你可以試試看 在它尾端的這部分 尾端的這部分 你如果放上弦 會覺得有一點點 就是 不太像噴射機的感覺 你會覺得那邊尾端有一點點胖胖的感覺 就也不像 要說上飛機嗎 像戰鬥機嗎 也有一點點不像 那我們 發現上弦好像帶胖 那我們試試看 三角形顆粒好不好 這是三角形顆粒 我們試試看三角形顆粒 好 三角形顆粒呢 好像 好像有一點點 比較沒有那麼胖胖的感覺 但是呢 相較之下 它 有沒有發現它有一點點 嗯 就是有點正正方方 沒有一個弧度存在的感覺 我們用這邊 如果用藍色的三角顆粒的話 你會發現它有點正正方方的感覺 好 因此呢 這邊 我們要 來試試看最後一個積木 最後一個積木呢 我們使用到下旋 下旋 下旋的部分 來下旋的部分呢 我們來用用看 欸 你有沒有發現 這應該是整個最有弧度的曲線 噴射機 噴射的那種感覺 因為整個噴射機它要飛得很快 所以它不可能 不可能做得胖胖的 然後也不可能做得方方正正的 所以目前呢 雖然老師用下來呢 我覺得是下旋這個零件 很適合用在我們的 那個飛機的模型上面 好嘞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一直都沒有提到要做 來就是我們 那個我們的 它的尾翼 飛機它尾翼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 請大家 我們先拿出一個 正方顆粒 我們先用出一個正方顆粒 去做一個尾翼的部分 然後呢 左右兩側 我們可以用剛剛 賽車的部分 但是雖然老師比較 有點懶齁 所以說我們今天呢 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就好啦 我們用 兩個 藍色的下弦 我們用兩個藍色的下弦 去做我們的一些 額外的那個 它的尾翼的部分 基本上呢 只要在它 左右兩側各放上一個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然後我們確實把它壓挺下下 登登 這樣子一個噴射機的造型 就製作完成囉 來看一下 那當然你不一定只要用 藍白配色啦 你也可以選你自己喜歡 使用的顏色 有沒有 車子很可愛喔 謝謝 大家車子我們幫它 車子為什麼很可愛呢 因為它有眼睛啊 對不對 但是飛機呢 你想把它加上眼睛 也不是不行啦 可是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 噴射機的模型 這樣飛機加眼睛有一點點奇怪 不過也是 也 如果你想要加也是可以啦 我們就是讓大家自己發射機的創意 那我們就是做一個噴射機的模型 然後呢 我剛剛注意到我這個 翅膀有一點點鬆鬆發發的 所以說我再去找幾個結合鍵 幫它去做一個 固定的功用 我們在做模型的時候呢 說是你可能 當下是會用 會用那個自己的 呃就是 平常的那些創作習慣去做一些創作 所以有時候呢 你可能會沒有辦法就是 呃 馬上想要怎麼樣 讓自己的那個模型 變得 一次就變得非常穩固 但是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都是在 摸索的過程中不斷地在進步嘛 所以說呢 我們 在這邊 左右兩側 放上我們的 放上我們的這個 短結合鍵齁 把它變穩固一些些齁 因為穩固的模型呢 它在 你之後被 小朋友們或是你在展示 小朋友們拿去玩 或是你在展示的時候 它都會顯得 呃就是格外的一個方便 加眼睛好可愛 或是怎麼回事 大家都這麼喜歡 想要幫飛機加這張眼睛嗎 好啦 可是因為現在行為快樂 時間的影視齁 也快要拖我們這個下課的時間齁 好啦 待會社長老師看一下一下 我們等一下 可不可以再幫這個分射機 掐一下眼睛齁 怎麼大家都這麼喜歡加眼睛啊 好啦 那我們先 先看呢 我們富吉堂低堂課齁 低堂課做了一個 賽車 陸地的模型 幫車子做個顏色的變化 變成一個賽車 還有一台 噴射機 噴射機的造型齁 那我們 陸地呢 跟天空的部分都完成齁 接下來呢 我們幫那個天空的部分做一個延伸 然後並且呢 再做我們 野外海洋的部分 好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堂課 我們剛好現在時間差不多三點半 然後呢 我們先休息 中場休息個十分鐘 我們待會呢 十分鐘過後呢 再來進行後續的課程齁 大家千萬不要多過喔 掰掰 掰掰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已經結束齁 我們待會第二堂課程 要準備開始囉 那我們剛剛呢 上一堂課呢 有做到兩個模型吧 第一個呢 是我們的賽車 陸地的模型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 彈射機 飛機的模型 那我們陸呢 跟海兒 陸跟空的部分呢 都已經創作完成了 但是呢 這個 空的部分呢 我們還沒有把它做一個 額外的延伸 甚至說它這樣子也是蠻可愛的 可以這麼說嗎 我們這樣子其實做起來 算蠻可愛的齁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幫我們的 這個模型 去做一些 教大家怎麼去做一些 額外的延伸創作喔 好來 那現在就跟蘭老師的步驟一起來吧 來 首先呢 這邊想問大家 大家有沒有看過一種 呃 一種類似那種 會旋轉的 類似很像 地球儀 或是說 一種 一種 遊樂園常見的那種 天女善花 旋轉飛機 的那種感覺齁 來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幫我們這台飛機 做的有點像是 遊樂園裡面的那種 旋轉飛機的感覺 好啦 那這時候你會想說 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啦 首先呢 這邊呢 你需要準備 一些 黑色的整方顆粒 來 如果大家是剛進來的齁 就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接下來要幫我們的 噴射機 做它的延伸創作 那我們要做呢 就是做的像是旋轉飛機的那種感覺 來 首先呢 我們這邊準備了一個 八個 八個黑色的整方顆粒 這邊一共準備了八個黑色的整方顆粒 然後呢 這邊再準備一個 我們的 六凹 整方顆粒 一個就好 一個一個 我們準備一個 黑色的六凹整方顆粒 就好囉 好來 大家準備好材料後就可以開始喔 來首先呢 我們的六凹整方顆粒 大家應該有看到吧 有一個孔洞 它底部的孔洞這個 一定都是比較大的 這個孔洞呢 它比較大的原因是因為 它要用來 比我們的一個 零件 也就是我們的 軸 它讓我們的軸 好傳過 嘿你好 我們等一下 已經在進行我們第二堂課的課程囉 因為呢 這個孔洞 只有記得 只有這個孔洞 才可以跟我們的軸 去做一個結合 如果說你用的是旁邊的孔洞 你會發現它這樣 不管怎麼樣用力 都是穿不進去的 所以呢 記得齁 我們這邊 在這邊 用這個 底部的這個孔洞 然後呢 去做 我們的那個 延伸變化 所以呢 我們底部的孔洞 然後 朝下 然後呢 在兩邊 各放上四個 黑色的正方顆粒 左邊四個 右邊也四個 達到一種平衡的狀態 因為我們 因為呢 我們等一下 在左邊 右邊都會各放上一個模型 然後呢 就可以做出一個 類似一種 外空探險的感覺嗎 大家可以這麼想啦 外空探險的這種感覺 好 來 右邊這邊四個 我很快的把它放上去齁 來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一個橫桿 一個非常簡單的橫桿 好嘞 那接下來呢 我們目前的計畫就是 我們在這個 我們將我們的這個飛車機 放在這個上面 並且在它另外一側 也放上一個類似像是一些 星球啊 月球啊 或是什麼樣的一些 造型的模型在這邊齁 那我們就可以讓這個模型呢 多一種變化 就是好像感覺這個飛機 它是真的 在外太空探險的感覺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要做這個強度齁 所以呢 我們要先在這個 噴射機它這邊 底部都有一些孔洞齁 來這邊呢 拿出我們的 本結合鍵 然後呢 我們自己任意挑個位置齁 把它放在中間這個吧 中間這個 第三個白色的孔洞這邊 我們將本結合鍵 與我們的飛機 直接在一起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 直接把它放在 我們的 這根長條上面 黑色的長條齁 那當然 如果說你還要自己 在喬一下位置或什麼 喬個角度 直接在喬個角度 都是看個人啦 總之那種天做的 像是這樣子 一個 一個 傳色機 放在我們的 那個黑色的長條根上面 好嘞 左側做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來做一下 右側的模型好了 我們先來做右側的模型 這邊呢 就讓大家發揮自己的創意 那這次孫洞老師呢 我以我自己示範為例的話呢 我會做出一個 那是月球的造型 我們做一個月球的造型 那月球呢 大家千萬不要跟我說什麼 老師可不可以做個上弦樂啊 下弦樂啊 或是做被月時的月亮齁 對不起孫洞老師做不出來齁 孫洞老師只會做一顆圓圓的月球 來 就先來做一顆圓圓的月球齁 來 因為是月球嘛 月球畢竟還是灰色的 大家知道月球是灰色的齁 我不知道有時候看到的是黃色的 可是 如果你實際看照片的話 它是灰色的 好啦好啦 也有點離題了 反正呢 實際上想要讓大家說 我用灰色不是代表 雖然老師有一點點色毛的問題齁 來 我們呢先準備一個灰色正方顆粒 那我們呢 那怎麼樣做出一個球型呢 這是有時候 也有許多小朋友們在詢問的問題齁 要怎麼做出一個很球型的球 很球型的球型 就是 就是 很像球的 很像球的模型啦 這麼講好了 來 簡單來說呢 在它的四周 你可以用我們的 上旋顆粒 齁 在我們用一個正方顆粒之後呢 我們在它四周耶 放上一個 上旋顆粒 都放上上旋顆粒就可以了齁 來 像這樣子 我們先做出一個 這個是它球的那個 上半部弧度的部分 因為我們四面八方都用這個 上旋的部分齁 所以說你不管從哪個角度看 它都是很像那個 球它的上頂蓋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 底下呢 它的第二層 第二層的重點來囉 第二層呢 我們一樣 用正方顆粒 第二層呢 比較特別的應該就是說 它都是用正方顆粒 第二層都是用正方顆粒 這裡請大家要記住齁 來第二層正方顆粒要怎麼做呢 一樣嘛 一個凸點朝下 一個正方顆粒 凸點朝下 去做連接 在它的四面八方 應該呢 就是上下左右啦 沒有到四面八方那麼多 上下左右呢 都放上我們的 灰色的正方顆粒 好 再放一個 切一顆 先這樣子齁 因為這個第二層它是底層的部分 應該說它是中間層層的部分 所以說你如果這邊一樣用上選的話 就是整個會沒有那個 圓形它在中間的時候會比較有點 胖胖 就是最胖的那種半直徑的那種感覺齁 那個胖胖的弧度會沒有辦法展現出來 所以我們第二層用這樣子 就是做出一個類似小十字架 一個小十字架的一個正方顆粒所組出來的 然後呢 我們把它與我們的 這個 我們剛剛做的蓋子 我們把它 結合上去 那如果說一樣嘛 因為一個會晃動 一個會變成晃動的感覺 所以說你一樣可以再放上一個短結合鍵 我們再放上一個短結合鍵就夠了齁 我們再任意的位置 這個任意的位置都可以齁 因為我們一樣說過嘛 兩個點就可以去做一個穩固的連接 像這樣子 那我們把它連結在一起 好來 這樣子第二層的部分 就製作完成囉 那當然說如果說你覺得 這個模型看起來還是會有點晃動 你再自己再加上一些 額外的 那個短結合鍵去做一些連接齁 也是可以的啦 像這樣子 好來 那再來第二層你可能快想想說 欸 阿 雖然老師 你不是說它是要做一顆球嗎 可是球應該不會像這樣子 它旁邊邊角角是這樣方方的啊 欸 沒有說齁 球真的旁邊邊角角 不會這樣子方方的 所以說呢 在這邊 我們可以在有沒有 正方顆粒與正方顆粒之間呢 我們加上我們的上弦 再繼續用我們的上弦 去做一個延伸齁 以防有人不知道齁 我們真的在做月球 只是現在看起來做得不太像而已 等一下就會像 真的真的 來 我們這樣子 這樣子 去做一個 在每一個框框 每一個有空位的地方呢 正方形跟正方形之間有空位的地方 我們都放上一個 上弦顆粒 來 像這樣子 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 球的一個球形的感覺出來齁 最主要呢 球形就是有一個概念 它應該要從不同每一個角度來看起來的時候 都應該要像有一種弧度 然後不會方方正正的 讓你覺得 不太像那個圓形的那種感覺齁 這就是一個 做一個球形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 算是概念嗎? 對 可以說是一個概念齁 這樣子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上半身 那個身體部分做完了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的是它底層的部分 底層的部分呢 其實你跟上半身做得一模一樣就可以啦 因為畢竟遠的它的上半部跟下半部是差不多的嘛 長得差不多一樣的東西 所以說呢 一樣齁 老樣子 正方顆粒 然後 它的凸點 朝下 左右兩側 放上 四個 上旋 上旋 上去 跟我們剛剛一開始在做第一個 頭蓋的部分齁 是一樣的 唯獨不一樣的話 就是因為它上面已經有凸點了 所以說你記得把你的這個凸點 朝下 我們只是把它轉個方向 轉個180度的感覺齁 像這個樣子 做出這個模型 這個部分 那一樣呢 我們可以再加上一些 我們的 這個 短結合鍵齁 確保它待會 對 放上去這個模型的時候呢 它不會 太鬆弛 就是 會不夠穩固的那種感覺齁 來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去把它 跟我們的模型 去做一個結合 基本上呢 我會在 保險期間啦 我們再放一個短結合鍵齁 這樣子 好 那當然你可以不用到那麼多 只是算老實覺得 這樣子可能等一下模型 會比較穩固一些些 好 那最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跟我們剛剛的這顆 球的身體 它的三半部分去做一個結合齁 來 那我們這邊要稍微 讓它擠壓一下 現在齁 不要讓它有太多的空隙 好 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模型才會 就是會變得更像一顆球 基本上現在已經有點像 那種搓弄 那種什麼 小時候大家應該是玩那個 那個 黏土啊 或什麼泥發的 但是你要中二一點啊 這邊螺旋碗啊 螺旋碗什麼之類都可以 好啦 沒有開玩笑 來 總之呢 我們要做的齁 就像這樣子齁 有一個球體的感覺 有沒有 這樣子一個 球體的感覺 我剛剛過來給你講 來 變成一顆球體齁 吃的呢 就是 自己是覺得還蠻像一個球體的方式 那當然說 你可以在中間 換一下不同的顏色 像這種球體 你可以甚至把它 變一個類似 足球的造型 你只要用黑白的樣子 就可以做出一個足球 或是說 一顆籃球 都可以齁 但是呢 我們今天是要做的是一顆行星齁 所以說我們做一顆 灰色的月亮 好嘞 我們剛剛說到吧 我們要把它 這位 我們的汽車小哥哥 先移動一下下 來 飛機放右側 那我們的 月亮 這真的是月亮 我們月亮放在左側 有一點的行星看顯的感覺 這樣子連接 好啦 那再來就是中間的這部分了 中間的這部分 我們要怎麼樣 去幫它做一個 類似的連接呢 首先呢 只有在撐在這種 地面上的話 如果你是直接把它放在這種平地上 你會發現你要轉它是一間 其實很困難 而且好像 不是那麼有趣的事情 所以說我這邊會建議你 拿出我們的這個 包裝裡面 最長的這個軸 然後呢 底部用我們的這個 黃色齒輪 好來 大家記得 直接看這邊 軸呢 它這邊都會有個斷差 這邊有個明顯和明顯的斷差 好來 記得 這個斷差的部分 與我們的 中間的六二正方顆粒 六二正方顆粒這邊 這樣子 這樣子結合 然後呢 它的底部 連接的是 我們的 紅色齒輪 好來 像這樣子 這樣子基本上 一個會旋轉 類似地球魚的東西 旋轉飛機 或是你要加旋轉飛機都可以 這樣子就 創作完成了 有沒有 你就可以這樣子讓它 這樣子一直轉 一直轉 好有沒有 這樣子呢 小朋友們就可以在旁邊這個飛機這邊 創作出不同的一些 目標物 讓它有一種類似在 探險的那種感覺 那當然這個角度 或是飛機 你想要再做一些改造也是可以 那至於 底下這邊呢 其實也是可以做一些加強 因為像目前來說呢 基本上 說法師都要先這樣子把它扶著 先這樣子把它扶著之後呢 它才可以去做一個轉動 好 那這樣子其實 呃 用久其實有點痠 所以說 我們今天要幫他做一個 巧巧的強化 來這邊呢 就 大家發揮自己的創意就好 因為這邊它其實沒有一個固定的組法 我們只是幫它 在底部的孔洞這邊 底部這個齒輪這邊 還是有孔洞的 它還是可以跟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兩公分積木 轉了一圈 兩公分積木去做一個連接 所以呢 我們只要幫它再加上一層底座 這樣就可以了 來 底座的部分怎麼做呢 我還是為求幾次齁 再跟大家仔細講解一下下 來我們就像是這個樣子 然後 這邊呢應該會有一個正方顆粒 它是有一點點 沒有辦法連接的齁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需要兩個凸點 去朝上 所以說 你可以這樣子 然後再上方 連接完之後呢 在它上方再放上一個短接合鍵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好嘞 那接下來就是它的 左右 跟前後 因為呢 這個 這個模型呢 它是在轉動的時候 它是這樣360度旋轉的嘛 所以說 你不管是左右兩邊 或是前後兩邊 其實它都會這樣子 因為一直在晃動的關係 為什麼我要跟它一起晃 好嘞 總之呢 它在晃動的關係的時候呢 它會每一個地方都會受到一些 重心的變化 所以說 你的不管 你的這個 左右和前後兩側呢 都會有 都要幫它做一個類似 支撐架 也就是說 我們再幫它去做一個穩固的部分 最簡單的方式呢 就是你用這種三角顆粒啦 來 我們一樣要用三角顆粒 左右兩邊 各放上一個 給大家看一下 左右兩邊各放上一個 前後呢 你也可以再各放上一個 前後也可以再放上喔 前後呢 也可以再各放上一個 我們的三角顆粒 像這個樣子 來看一下下 這樣子 好嘞 基本上這個 其實這不一定要做跟蘇蘭老師一樣 因為我們只是要幫它做一個 穩固的平台齁 那大家如果有自己更好的一些 更穩固的方式呢 當然也可以去做一個改良使用 那我們呢 只要把它與我們的這個 黃色齒輪的孔洞去做一個連接 黃色齒輪的孔洞做一個連接 然後發現 這個模型就 相對來說 它比較穩固的一些些齁 有沒有 比較穩固了一點點 然後呢你就可以 轉動這個模型齁 然後呢 好像這個 好像這個飛機在探索星球的感覺 而且呢 有一個很神奇的一件事情齁 如果說 眼睛 可以吸引小朋友的目光 那這種會旋轉的模型 就是一個小朋友可以玩很久的關鍵 我跟你講 只要這種會轉啊 會動的模型啊 小朋友們其實 自己都可以玩得很開心 他們中間光是看著這個轉 然後就會笑得很開心 或是覺得說 還可以再做哪一些其他延伸的變化齁 所以說 千萬不要小看這些簡單的模型創作齁 有時候一定創作 對小朋友們或是對家長來說 甚至對家長來說 都是一個完全截然不同的模型概念齁 也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遊玩體驗齁 所以說 我們才會在這些課程中 會教大家一些 要去如何製作一些 額外的延伸創作 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我們希望呢 每個小朋友們 在玩這個模型之後呢 還可以玩到它不同的一個創作方式 再轉下去 等下大家都暈了齁 先不要再轉 那這個呢 這邊就是我們的第二個造型 入海空的空中 當著噴射機 也就是說 我們幫它做個延伸變化 旁邊有一個月亮 下面有一個可以旋轉的底盤 它就變成了一個旋轉飛機模型 有點像外太空旋轉的感覺 那這個呢 是我們的空的部分 接下來 海的部分一直被我略過 我真的是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早上的 早忘記它齁 來 接下來呢 我們來做一個海的部分 因為這有點太佔空間了齁 我還是先把它 稍微引過來一點點 好來 大家先跟他們兩個說一下再見齁 然後我們要先做另外兩個 我們先做海的模型齁 哈哈 來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的是海的部分 海的部分的交通空間 其實 我們可以做一個最簡單的模型就好 因為畢竟 我們這個包裝應該說 你當然可以去做一個很豪華很豪華的船 可是我們通常都會建議說 我們先做一個最基礎的一個形狀出來 那小朋友們呢 再去做他自己的額外的延伸變化齁 這個的差異在於說 如果說你一開始就幫他做出一個很厲害的船 那可能他再怎麼樣的去修改 你可能都會看不出一些差異 你可能會看不出一些差異 那如果說你做的是一個很基礎的版本 你先做一個基礎的版本 然後剩下來跟小朋友說 欸 這邊剩下的這些零件啊 你要去怎麼樣使用都可以 那小朋友們呢 就會去用這些零件 把他的船做得很厲害 那當他從一個小的那個基礎的船 變成一個很大的很豪華的船的時候呢 基本上小朋友們可以得到的成就感 就會相對的更高齁 那再展示起來 那個效果你也會感覺到 喔小朋友們真的在發揮他們自己的創意 所以說我們當然會做 以斯蘭老師來說 我都會做一個非常基礎非常基礎的交通工具 非常基礎的模型 那這邊呢 我先來做一顆帆船 來帆船呢 最重要的嘛 我們要先做出一個 船的那個底部的構造 那這邊呢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 咖啡色的正方顆粒 這邊我先不想像是咖啡色正方顆粒啊 那如果說你想要用灰色啊 或是說你想要用別的顏色正方顆粒 當然也是可以的喔 我們做個示範而已 來我們 將我們的正方顆粒呢 像這樣子 我們準備三個 三個灰色正方顆粒 咖啡色 咖啡色正方顆粒 然後呢 像這樣子幫它做個連結 然後一樣記得 中間這個凸點要朝上喔 中間這個正方顆粒 它的凸點要朝上 朝上的部分是因為我們上面還要做一些 額外的延伸 所以這邊記得 凸點朝上 好嘞 然後呢 左右兩側呢 我會幫它加上 上群顆粒 上群顆粒這樣子放上去 其實就已經有點像那個 有沒有 其實已經有點像那個 船的那個船體的構造齁 它那個整個船身的部分 像這樣子 等一下稍微看一下下 好 差不多說齁 接下來呢 我們就幫它去做一個額外延伸創作吧 這邊呢 我會建議大家 因為我們裡面呢 有用到的六澳顆粒 基本上就是 黑色或者是白色 那這邊呢 我使用的是 黑色的六澳顆粒 黑色六澳顆粒 因為呢 我們上面會去做一個 三角形的部分 那這邊有這個六澳顆粒的話 你可以避免說 你做出來的模型 最後一個 有凸點 那有凸點是不會怎樣 那是可能 你整個看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模型 看起來好像不是這麼的協調 齁 所以說呢 我們像這樣子 放上一個 那個六澳顆粒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出一個 很大的 三角形 大家還記得 我們那個三角形 我們那個三角形 剛剛 像是 三角形 剛剛有做出一個 三角形的構造 好像是在 對 在這個 在這個飛機它的翅膀這邊 飛機的翅膀這邊 大家應該都看得出來 齁 只要有一個正方顆粒 再加上兩個三角顆粒 那就可以再變成一個 更大的三角形 所以呢 這邊呢 我們一樣的效果齁 這邊我們用 我們的這個 紅色的正方顆粒 因為我這邊我想 幫它做一個比較鮮艷的顏色 我們剛剛那個模型都稍微 有一點點 也沒有到暗淡 但是就是不是這麼的鮮艷 所以呢 這邊呢 我用兩個紅色正方顆粒 去幫它做一個連接 好來 然後呢 這邊吧 我們在 這邊放上一個 三角顆粒 好來 我們這樣子連接 好來 第一層 就這樣子完成了 它的最底層這邊部分 完成了 接下來是我們第二層的部分 我們做一個最簡單的樣子 先做一個兩層的那個反駁狀 就可以齁 來第二層部分呢 一樣嘛 像我剛剛講的 一個正方顆粒 配上 兩個 三角顆粒 就可以變成一個 一個更大的三角形 那它就會變成一個 很簡單很簡單很可愛的帆船喔 這個呢 就是一個 想要簡單的 最簡單的一個 帆船的構造 我們就是做一個 很簡單一個 大大的三角形 大家就記得 一個正方顆粒 配兩個三角顆粒 一個正方顆粒 配兩個三角顆粒 那這邊呢就是它的那個 類似它的 支撐架而已啦 所以說就不用特別要求 那我們幫它做了兩層的顏色 那如果說你喜歡別的顏色 一樣可以去做這些調整齁 我們今天呢 只是用這個去做一個示範 好來那 既然是呢 做出了這個 帆船之後呢 大家已經在想說 嗯 那這帆船要怎麼做一個延伸齁 其實有時候 因為這個延伸 我那時候也是想了一些很久 有時候真的想說 欸是不是可以在上面貼一個 類似 自己的旗幟啊 或是什麼標章之類的 可是呢 就是效果好像 有點沒有那麼好 所以說我目前呢 找到一個 主角最可愛的方式 分享給大家看一下下 來 基本上呢 我們要做的是一個 椰子樹 因為呢 我們想要想 那時候想很久之後 想說 欸 不然我們要幫它做一個帆船 就在哪邊 因為是一些度假村的部分 那我們呢 就幫它旁邊做一些 類似是有點 呃 度假風情的感覺如何 欸 所以說我們就 接下來呢 就要來創作一個 椰子樹的造型喔 來 首先椰子樹的造型呢 基本上就是 我們拿出 對 我們做一顆椰子樹齁 我們先稍微移過來一點點 拿出四個 我們的 那個 咖啡這個正方顆粒齁 當作樹枝的部分 可以再加上 像旁邊上次來做的鯊魚嗎 也是可以啦 可是度假村旁邊有鯊魚 可能覺得好可怕喔 這好像變成像 演大白鯊的感覺 來 像這樣子 我們把四個 咖啡色的正方顆粒 往上延伸 往上延伸 然後呢 上面呢 再放上一個 黑色的正方顆粒 因為椰子樹最上方都是有一點點 它不會全然都是咖啡色啦 它上面還是會有一點點 咖啡黑色的部分 像這樣子做出一個 類似樹枝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 幫它的 是那個 底桌這邊 幫它加上我們的 三角顆粒 我們這邊呢 會幫它加上 這邊一共有 一二三四 四個三角顆粒 我們會加上 四個三角顆粒 讓這個模型呢 看起來 比較像一棵樹的感覺啦 對啊 這麼講就對了 來 接下來我們這邊用了 四個咖啡色的正方顆粒 一個黑色的正方顆粒 底座的部分呢 用了四個 咖啡色的 三角顆粒 一樣齁 在最後一個 顆粒這邊 它的前後左右 都放上 三角顆粒 這樣子 好來 這樣子立起來就可以了齁 那但是呢 那接下來這樣子 你可以想說 算了 這樣還不像椰子樹 當然啦 我們還沒有做出它葉子跟椰子的部分 怎麼會像椰子樹呢 所以說這邊的部分呢 有關葉子的部分呢 我一律建議使用 綠色 有關葉子的部分 算了 是一律建議 使用綠色的正方顆粒來代替 來 我們在這個 最上方的 黑色正方顆粒 它的四周 放上 我們的 正方顆粒 我們去做一個延伸齁 我們要幫它做一個延伸 所以說我們在旁邊 邊放上我們的正方顆粒 這樣這樣子 做出了四個之後呢 接下來呢 就是要幫它做那個 椰子樹的部分 但是如果大家有看過 椰子樹的話 你就會發現椰子樹它的樹葉 不會是這樣 直直的 它是有一點點 彎彎垂下來的感覺 我沒有再畫麥當勞 我沒有再比一個 那個M的笑臉 或者是說 在形容說 我們的椰子樹它的葉子呢 它都會有一個 這樣子的彎彎 弧度下垂的感覺 因此這邊呢 我建議大家就 使用我們的上旋就可以了 使用我們的綠色的上旋 用這種上旋 其實就可以表現出那種 椰子樹它那種 會有一點往下垂的那種樹葉的感覺 好來 左右兩邊都幫它放好 那在底部這邊呢 在它下面這邊呢 我就建議你可以 因為光看這樣子可能 其實有一點點像椰子樹啦 但是 還少了一點點東西 所以我會建議 它就幫它做一點延伸 那這邊呢 我就用三角顆粒就好了 再用上旋的話 就有點不太像 不太自然的樹葉的感覺 所以呢 我們就放上一個 三角顆粒 有沒有像這樣子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有沒有 這樣子已經開始慢慢有 椰子樹的那種感覺了 有沒有 如果用上旋的話 這邊可能會太 飽滿 你就會感覺 不太像一個樹葉 該有的那種 那種 扁扁扁的那種形狀啦 那當然 再來還有一個問題是 來 椰子樹 我看來這位 看來這位觀眾 看來這位觀眾 非常的有童年齁 來 但是呢 大家還要想到 椰子樹還有一個地方嗎 對啊 它是椰子咧 沒有椰子的話 看起來就跟一般的樹沒兩樣 所以說我們這邊要使用到兩個零件 我們使用到兩個黃色的上旋 使用兩個黃色的上旋 在這個椰子樹的它的左右兩側呢 各放上一個 有沒有 在這個樹葉 在樹葉 以及我們這個咖啡色的正方顆粒 這個中間呢 各放上兩顆 黃色上旋 有沒有 越來越有椰子樹的感覺 剩下呢 我們只要把前後這邊 它的樹葉也補上去就可以了喔 好 來到這邊呢 我們就趕快 用我們的剩下這些零件 看起來用三角還是上旋就可以 都可以 看各位去怎麼發揮 那這邊呢 我就很快的用我們的三角形 兩個三角形 去幫它 做一個 樹葉的整個補完創作 好來 這樣子呢 一個簡單的椰蛋樹 椰蛋樹 對 椰蛋樹 椰子樹 我沒有那個 我沒有講過 椰子樹啦 椰子樹 對你們影響 都講到那個椰子 椰子樹去寶可夢去了 這邊呢 有個椰子樹 然後呢 這邊呢 有個帆船 就有一種像是那種 度假小屋 度假的那種 鄉村夏威夷的那種感覺 那當然說 你還可以去做一個 大家還記得我們上禮拜做的一個 很特別的模型嗎 就是那個 我們在講那個 海底總動員的時候呢 有講到一個生物 那那個生物呢 就是在那邊講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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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個生物齁 沒錯齁 你就是可以在旁邊做幾隻 海鷗 這個就是看個人的齁 我自己是覺得如果在旁邊 做一個海鷗效果 應該會更不錯啦 我自己的 目前的個人 想法是這個樣子 簡單的來製作一下下那隻 海鷗 欸 好像拿出零件 這個是下旋才對齁 好 總之呢 大家都可以去做一隻 海鷗的造型齁 那我們用 應該是要用兩個上旋 然後呢 再放下 我們的下旋 剛剛太久沒有做了 突然就忘記怎麼做它了 等一下喔 我們身為一個金木老師齁 隨時JD都要可以做出一個 變化的隨機應變 像這樣子 做出一隻小海鷗的感覺 像這樣子擺起來 或是說要在這邊做一隻魚也是可以啦 上次忘了教大家怎麼做一條魚耶 這個也上次算了 所以忘了教大家怎麼做一條魚 呵呵 來來來來來 這邊補充一下怎麼做一條魚齁 來這邊呢 如果要做一條魚的話呢 拿出我們的正方顆粒 旁邊呢 黃色正方顆粒 上旋 再一個 正方顆粒 然後呢 這邊再一個 上旋 先放上我們上旋 以及我們的正方顆粒 兩個先連接在一起 然後呢 再把它 這樣子 連接在一起 喔 基本上一個小小的魚的形狀就出來了齁 那接下來呢 就只是看你 後面要不要再加一些 黃色的類似下旋吧 或是 我們用不同的顏色好了 用不同的顏色 我們幫他做一隻 藍色的尾巴 一個藍色的 下旋 我們可以用到 應該是可以用到兩個 用兩個應該會更像我們的這個 模型齁 所以我要找一下下 看一下下我們 黃色應該沒有被我用光光才對阿 找到了 終於 這麼會差 左右兩側齁 把它放上 喔 簡單的一個小魚齁 阿如果不像怎麼辦 加眼睛嘛 不是講過了嗎 只要有東西不像的時候呢 加眼睛總是能解決你的一切所有問題 喔 我們有造型 還缺了是什麼東西 當然就是眼睛阿 有沒有 這樣子就像魚了嘛 對 左右兩側 跟它各加上一個 這就是小魚的造型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 有關海洋的部分的創作 那當然魚呢 你可以去做一些不同顏色的配色 有海鷗 有魚 還有那個椰子樹 這樣看起來就很像一個度假村的造型 那我們今天的這些模型創作 就主要到這邊 給大家再看一次我們今天有做的模型喔 這是海的部分 這是空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一開始陸地的部分 有關賽車 噴射機 帆船 離子樹 魚 還有我們的海鷗的部分 全部都做出來的喔 那今天就是我們7372 有關於交通工具 以及它的入海空交通工具 以及它的延伸創作的部分 那時間而 唉唷還耽誤大家一下時間齁 唉 那因為時間關係齁 我們今天直播也就到這邊 做一個課程結束囉 那我們之後就有機會再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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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